新一轮牛市来袭 隔壁的阿姨亚苏都加入进去了 更别说娱乐圈的明星们了 不过啊 这炒股有风险 有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自然也有错失牛市的 比如甄嬛娘娘孙丽 她持股的海润影视呢 上市宣布告吹 说好的两个亿啊 现在也打水漂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大牛市里的明星炒股 悲喜怒 近期A股市场迎来大涨 不过有一只个股却连续五天表现不佳 到底是哪只股票这么坑爹呢 答案呢 是ST深科 而这只股票啊 就是前不久海润影视 想要借壳上市的一只股票 据了解 原本海润影视想要借壳上市一试呢 在证监会已经通过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告吹 这也让停牌前买入深科的投资者 很是郁闷 但是最郁闷的 相信啊 应该就是甄嬛娘娘孙丽了 因为持有海润影视700万股的孙丽 如果这一次上市成功 身价应该暴涨2亿 如今2亿凭空蒸发了 不少网友表示 估计邓超已经哭晕在厕所了 而一向勤俭持家的孙丽 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 赚了一万多块钱 还没有盘戏之前 我从杭州回来 抱着那一万块钱 在火车上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的人 看到我的钱一样 就是五分钟看一看那个钱 其实我很累 这钱对我来讲很多呀 你要这么拿反而别人会注意 在包里我就一直这样抱着 然后那时候不舍的打车 但是我在想 到底是花30块钱划算 丢一万块钱划算 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 在30块和1万块之间 都要纠结的孙丽 如今这账面上 一下子少了八个零 悲悲喜喜 似乎只在一面之间 现在你就抱 其实早在2014年的1月28号 ST申科就发布过公告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到了去年的6月23号 ST申科再次公告 借客方为海润影视 据了解 海润影视成立于2001年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 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之一 曾经推出过永不明目 亮剑 欲观音 雪色浪漫 等多部知名的电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 欲观音和雪色浪漫的 女主角都是孙丽 孙丽更是凭借着欲观音 获得了第二十二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受观众喜爱的 女演员奖 以及最具人气女演员奖 这正是精英奖的肯定 孙丽在影视界开始展露头角 不难看出 海润影视也曾算是孙丽的福定 获得第二十二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电视副女演员奖 而孙丽 而孙丽目前持有海润影视的七百万股占比百分之二点六一为第四大股东 按照复排前的股价 孙丽持股的市值将会突破两亿元 如今说好的两亿说没就没了 值得一提的是和孙丽共同出演真还传的华飞奖心 也出现在了海润影视股东的名单当中 上市的计划胎死腹中 不知道这次华飞是不是也恨之入骨呢 和孙丽奖心一样运气不好 登陆资本市场的明星呢并不在少数 比如欢瑞世纪的借壳失败 就使得杨幂和李一峰等股东的致富梦破灭 而能量影视IPO被否 让股东陈鲁豫和周立波 也未能搭上资本市场的顺风车 比起孙丽的落寞 如今已经被称为娱乐圈巴菲特的赵薇 最近在家可是数钱数到手软 去年12月20日 赵薇夫妇斥资30亿元港币 约和人民币25亿元入股阿里影业 成为第二大股东 入股之后不久 今年的4月8日 阿里影业正式复牌 三天内涨幅就达到了45.8% 这也意味着赵薇的投资大幅增值 而今年的4月29和30日 赵薇夫妇分别减持阿里影业 1.92亿股和6400万股 直接套现了约8亿元人民币 净赚4.7亿元 我有时候偶尔出去一下 就碰到一些同行 碰到一些人 他们都会说 哎呀 好久没见你了 什么什么的 对呀 现在这话有个东西 我一听还挺好的 然后谈着谈着就做了 每次出去逛一圈吧 其实都是有收获回来的 而在阿里影业的减持之后 赵薇夫妇持股阿里影业 12.74亿股 占比7.96% 仍然是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阿里影业的投资成功 可不是赵薇第一次炒股 2014年6月 浙江唐德影业有限公司 欲披露信息被公布 招股说明书当中 最亮眼的要数前十位自然人股东 其中赵薇持116.9万股 拥有1.95%的股权 而公司第二大股东赵剑 正是赵薇的哥哥 我们再来看看 唐德影师的股价 以22.83元的价格 在创业板上市 在连续拉出10个涨停板之后 股价达到85块上方 稍稍修整一个月之后 4月下旬再次爆发 收盘价高达143.9元 按照赵薇持有的股份来算 如今市值已经高达了1.68亿元 而这一切在赵薇看来 只是随波逐流遇到的机遇吧 随波逐流啊 这种肯定人人都有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候 都是随波逐流的 只是在这随波逐流的过程当中 自己滑出一个永道玩这样的 对 浙江唐德影业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亮眼的名字 那就是范冰冰 比起娱乐圈巴菲特的赵薇来说 范冰冰虽然稍逊一筹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的豪门了 只有唐德影业129万股 占比2.15%的范冰冰 如今的持股市值也已经高达了1.8亿元 而相比起当初的投资成本 已经足足翻了200多倍 除了范冰冰之外 华谊兄弟的上市也让冯小刚 黄晓明和李冰冰等人是赚得盆满钵满 看来最近的股市大号 也让不少的明星几家欢喜几家愁 但可以总结的一点就是 在娱乐圈光会唱歌演戏可不行 不搞点副业你就out了 股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面对涨涨跌跌 大伙的心态还是得好一点